來 來 上操作空拍機協助紀錄魚苗放流活動 基隆新生代的攝影家林允澤 從五年前就開始上山下海 背著相機跑遍基隆 立志要將家鄉的美與轉變紀錄下來 年紀輕輕就有這樣的想法 和知名的已故導演齊柏林有關 齊柏林的探見台灣 讓我們感觸很深 他記錄了他的家鄉台灣 我同樣的用攝影的角度去記錄我的家鄉基隆 五年的拍攝過程中遇到無數的人事物 讓林允澤想要與市民分享他眼中的基隆 因此開辦了首次個人攝影展 並展出13張照片 包含無人的大五輪沙灘 貨櫃輪進入的基隆港 從外海向跨海景觀橋 遠眺九份黃金三層的夜景等 其中這一張在明德大樓拍攝的照片 色調陰塵 卻是林允澤的最愛 小時候呢其實有很多長輩 長輩的朋友們其實也都住在這邊 那後來親愛的房客電影上映之後 其實有一幕他也是在這邊拍攝的 所以勾起了基隆人很多的回憶 那也勾起了我自己很多的回憶 那也因為疫情期間 剛好看到有零星的三兩的住戶 在自己家門口聊天 那也勾起了說 其實我們以前也會常常來這邊 找被聊天的那個情景 還有兩張特寫港區上空的黑暈照片 不過林允澤在和平島空拍時 空拍機曾兩度受到老鷹襲擊 讓他印象最為深刻 在這五年拍攝期間 其實我們遇過很多人很多事 對那像是我們曾經 在19年的老鷹加年華中 曾經一度被一度的空拍機 被老鷹抓走的這件事情 相信大家都還知道 對那這其實呢也是一個trouble 那也是一直我們在記憶遊行中的一個事件 因為喜歡海 林允澤的作品大多與海有關 且有不少是夜間取景 讓外縣市民眾有機會欣賞到不同樣貌的基隆之美 覺得蠻漂亮的啦 對就是像是 因為其實我對照片沒有算太多的研究 可是就是會覺得 蠻可以表達基隆這個城市的特色的 對就是平常在 就是這些照片都是我平常在桃園看不到的景色 對所以算是會讓我對這個地方蠻有好印象的 還在大學就讀的林允澤強調 開各展除了希望讓外界重新看見基隆這座山海城市外 以期盼能與喜愛攝影的同好交流切磋 想要了解這位新生代攝影家眼中的基隆有多美 可千萬別錯過這一場在東岸商場建書店的精彩攝影展 記者張其騰 基隆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